头和大小 现在水里面 掉下去挺多 尤其是下边这个 竹梁这位置 钢筋也漏不少 全场得有 将近一公里吧 念旧石球 几乎每个桥下边 不同程度的破寸都有 反正桥啊 反正现在应该是安全隐患 比较大 不过这桥也属于那个 交通要道 主要是 镇阳两天啊 上镇阳 两天去 市里儿必经之路 传球官部门啊 把这个 乃宿的责任 扶到位 毕竟是 关系到老百姓 那个日常出行 也关系到这个 是吧 人 老百姓人上去 责任 是